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入性的调查 点开行政院研考会的网站 林林总总的民调应有尽有 但却找不到马政府施政形象的满意度 原来好久没公布了 最后一次调查是去年7月 距离今天已经有10个月 是心虚 是怕公布了以后影响总统的险情 影响你争取担任副总统的机会 我从来争取担任什么 高委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就揣测我 就想安我一个帽子 无愧指责立委乱扣帽子 只是看看过去研考会公布的民调 刘兆玄担任院长期间 平均每三个月公布一次施政满意度 无愧上任数字却足足消失10个月 个人的施政满意度常常跟个人的形象 还有他的知名度 一般民众会混淆 我们现在比较侧重于 比较深入式的形象的民意调查 其实研考会的民调争议不是第一次被批评 之前研考会做民调表示马政府选前提出414项政策 共完成了81% 却被绿委踢爆 不含失座中的只完成39% 研考会在去年7月做的民调显示 马施政的支持度为55.5% 却与当时平面媒体所做的32%大相径庭 马政府说要设连政公署 研考会立刻公布有70%的民众赞成 结果被批评 只会拉民众为马总统的政策背书 研考会民调争议不断 就算因为害怕数字不够亮眼 所以没公布 但鸵鸟心态也让外界对官方的民调数字 拾起信心 下期新闻江宏白桥英台北报道 再来看这是ga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